2022年6月3日,之前妈妈的前代表律师Tanay De Cha已经去到警局起诉所所爹爹议员 他在昨天继续向众议院反腐败不当行为的委员会主席再提交一封信 要求严刑所爹 早前所爹亦说会起诉在Facebook发帖的一群律师团队 但原来他将这些起诉不是在曼谷 他分别去了布吉泰东北的拿拉提雅和边境的马哈沙拉坎这几个地区去报案 等他们去报道的时候是有困难 就觉得使用这些权利是很不诚实和很骚扰 身为一个国会议员不应该做这些事 然后看到一块木头就说是扔墓等等 就觉得他是干预司法程序 还有当检察官看出指控的时候他又说要成立游击队 大概有30至40人 还加上聘用前任的法官去监察警察和检察官的工作 就觉得这些就是很干预司法的程序 就好像一些黑帮的议员 谁说些话他不喜欢听 他就去斩了那个人的耳朵、口或者脚等等 妈妈的前代表律师也很担心 如果妈妈是自己一个人起诉 如果是失败的话 船上的五个人就会告妈妈一个人 其他人就不需要负责任 他就要求除了妈妈之外 要加上所所爹的名字 就让妈妈不要一个人起诉 或者之后被起诉 所所爹的行为是非法、不道德、也是违宪的 就希望交给国家反腐败委员会 和尽快去调查这一件事件 必须要向律师地查道歉 随后所爹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回应 妈妈的前代表律师地查 他也说到如果他的行为是不对 或者违背道德、违法的话 是不需要任何人去辞退他 他就会自动请辞 当时所爹说的时候 亦都非常有情绪 他整把声都震了 在身上振爛了他的国会议员的证件 在这个发布会的港台上说 他说如果保护不了 他就没有免成为众议院的议员 他说如果想战斗 像他那样的事 是一点都不会怕死的 亦都不会害怕坐牢 说的时候 索索爹的声音好像在哭着 他就将会请辞 强调 他就没有恐吓过 妈妈的前代表律师 也都警告 律师就不需要对他进行任何的威胁 索索爹也都提到 那这四位的律师团 就会影响到他的案件 花了他很多的时间 但是他就没有生气 也都没有抱怨 因为他已经觉得自己是在他的范围之内做得最好 在2022年6月1日 这个时事节目 明嘴就邀请到阿盛和他的代表律师出席节目 当时代表律师也都即场开了一段 泵杰打给他的录音 议员索爹就表示 就会对这一位的律师采取法律的行动之余 也都会告这一位的主持人 明嘴就跟记者说 就在这儿很哭笑不得的 如果你喜欢告就告 他都没办法阻止 这是每一个泰国人的权利 如果对影片的内容有任何意见 欢迎留言和我分享